我们大概的上课内容 第一个我先简介 要了解我很简单 Google吴老师前两个应该就可以找到我的 叫吴老师一堆 可是第一个就是我的那个教学部落格YouTube频道 那我在上面一堆的影片 OK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关参考用书部分 因为呢其实Excel这个 范围非常广泛 你要能够在今天七个小时里面要全部 全部讲完应该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 尽量的抓大家比较需要的 比如说呢 可能你大部分看书看得懂 可是很多人其实看懂了但是做不出来的蛮多的 所以会去上我的课多半都是 因为买了一堆书最后发现还是上课比较实战 因为老师做一遍 做出来了 那就会了然后我会把 你可能最容易犯的错误 告诉你 反正你就避开那错误 其实 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工作上 很多地方都这样子 就一个小诀窍而已 今天没什么 那我们的角色是说因为我已经 在这个业界 还有呢我的 使用的经验 应该比 大家稍微丰富一点点 因为我使用它 至少超过30年以上的时间 而且我不是像大家 只是 用简单的 这个简单的功能而已 我们可能还会需要 做程式设计 部分 所以要对里面的核心 对里面的所有任何的功能 都要非常的清楚 几乎巨细迷了 甚至还不是只是它 可能它跨出去 跟其他的城市做串联 包含可能 跟Windows 跟Web 跟App 等等 或者未来跟AI做串联 那都有必要 我们还要先了解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虽然进阶 还没有到那么进阶 那已经到高阶了 已经看不到 看不到边界了 那 我尽量就是分享我的一些使用经验 我想 大家也比较想要知道这些 因为关于理论部分 坊间的书籍太多了 那再来的话呢 课程大家会简介一下 里面大概 现在 我们就是从基础班向上提升 那里面的话就是把基础班里面 可能之前用的比较土法炼钢的方法 或者说 你可能会用一些函数 但函数其实还不太够 不然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每天都要再来一次的话 那其实蛮浪费 有没有什么快点的方法 可以最好是什么 一个按键按下去 自动全部事情就搞定了 甚至一个按键按下去 你的报表就产生了 或者是说你可能 即便枢纽纽分析表 你画一次 那你再做下一次的话 你还要再做一次 那有没有办法 你就是 自动帮他产生 或者是说你有多个 像比如说 你这个data里面要产生多个 枢纽分析表 那有没有办法 自动全部 批次全部都帮你完成 甚至 自动画图 或者是甚至自动把 你要产生的这一个 这个报表直接寄给 需要的人 比较好了 那这样 很快的你可以把一整天的事情 做自动化的流程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但是这个还是需要按部就班来 那我会把那个怎么样做最简单 方法很多啦 最简单的方法 跟各位做分享 那所以里面的话会有那个 资料正规化自动化 然后枢纽分析表自动化 还有枢纽分析图自动化 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跟 基础班不一样的部分就是 就是我们还会在跟外部 资料做串联 也就是说可能是资料库 可能是一个文字档 人家给你一个档案 但是你要怎么样快速的把它汇到ECL里面 然后变成 你可以 使用的data 那一般给你们data 这边都 所谓的road data 原始资料 那这个原始资料不是说马上就可以用 你要知道怎么去用它 然后呢 做一些适当的处理 然后找到你要分析的那个范围 OK 然后呢 就可以 去做后续的事情 最好是可以啦 你给它一个 规则性 自动全部一键按下去 自动产生是最好的 但是要怎么做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重点 那首先的话呢 我先 大概 第1个 自我简介一下 其实这些东西 讲义里面都有 我在按照那个讲义的 步骤 那第1个我刚提过啦 如果你要找到我非常简单 你用Google吴老师 那网路上的话有 等于是第1个连结 是我的YouTube频道 那我的YouTube频道呢 目前 订阅人数大概 两万四千人吧 虽然数量不算多 如果跟网红比起来的话 人家动不动 十几二十万 甚至还有百万的 可是我上面的东西 不是放 那一些那么有 去吧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趣 搞笑 而且会很夸张的 要不然就是 吃喝玩乐 等等 那我们这不是 我们是非常 严肃的内容 那我也希望能够轻松一点 可是像每次讲到这东西 要轻松好像很难轻松的起来 我想轻松你们也轻松不起来 有时候上课 他慢慢慢慢 尤其是有些地方不会 开始就 那个 脸上的表情就比较 不是 那么 那么轻松了 OK 不过我觉得 学习 真的就是愉快学习 如果你学的 很痛苦的话 我老街你先休息一下 去外面走走 喝杯咖啡回来再看看 因为其实这东西就要解决 帮你解决问题 而不是制造你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你学了之后反而制造你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先暂时先停下 不然的话呢 其实学起来也不愉快 那我的习惯 我会觉得说 学习不可能马上学会 比如说你学一个语言好了 学英文 你要花多少时间 你可能从小到大一直学 学到现在你真的学会了吗 对不对 更不要说你要再学另外语言 像最近是 长跑日本 所以想说要把日语学好 那我知道很 我不可能马上学会 但是我知道一点 我一定要持字眼学 所以我刚刚在 坐车的时候 随时也听一下听一下 怎么学呢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听一些日本歌 50亿一定要先学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累积 那学这些东西也是一样 反正 我知道不可能马上学会 但是呢我一定要持之以恒的 拉长站线 哪一天我就学会了 真的用出来 感觉就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工作里面 还是需要一点成就感 否则的话 你会觉得 工作起来很闷嘛 OK 然后 像我网路上分享这些东西 都不是因为我想要赚钱 我只是觉得说我应该 分享出来 这么简单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你涂什么 就不涂什么 不涂什么 自然就会有更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 公司就邀请我来这边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我就到了很多地方 有时候就这样 因为你不涂 所以你才会 因为 我只是很有兴趣的 把一些东西分享出来 那我只是希望说 把一些事情本来很 很复杂的 可以很简单 好像写程式这种东西 其实对一般来 来说是非常复杂 非常 难以理解的 但对我来说啦 我不是很自大 我觉得 对我来说好像没那么复杂 好像其实这么 这么几个步骤就OK了 但是差一个步骤 有可能你们就完蛋了 好那再来的话 这些有相关的资料 其实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我的城市 撰写的 经验超过30年 教学经验那二十几年 主要是教一些 城市设计相关的课程 比较多啦 全部的 那个部分的课程也都有讲到 那另外的话我有那个五年的创业经验 创业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要把所有十八般五亿 通通用在 就是创业 能够解决 想工作上的效率问题 同仁里面基本上 大部分呢 可能有需求 我都全部把他们程式 先写好 他们以后按一键按下去 这就完成 所有的事情 好这样的话 好所以说 第一个我可以节省人事费用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效率 绝对是最高的 所以你马上告诉我 你要什么 我马上告诉你 你要你什么 我不会delay 如果delay的话 我也想说 他有改进流程 这样的话 我说真的 生意还接不到 那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可能 OK 那 另外的话呢 也得了一些奖项 为什么 那时候总是有个预感说 应该 颁个奖给我了吧 果真没隔多久 真的就有 志强中文先生颁一个奖 老师这给你 然后又没有多久 所以我想说 是不是也应该在 另外单位也应该在办一个奖给我 果不其他 又办一个奖给我 OK 所以有时候要有念力 要想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果真你就有什么了 但是不是只是空想 还要去做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认真的 要办一个什么 趋势 讲给我 表示说我随时都走在 最前端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兴趣 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学东西不是说我今天被逼着 一定要 去做什么 而是 我觉得因为他有趣 我应该了解 他另外一方面 其实 因为 你在这个台上 你要影响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不做 你怎么说服别人 对啊 比如说 也在 像原始大学 然后 你要教学生做什么的时候 自己都不去做 对啊 你要好好努力 你要好好去 不要考证照好了 那你都 老是你几张 你一张都没有 那你怎么叫我们去考 你有说服力吗 一点都没有 所以我跟他讲说 我的证照 三十几张 最近我又拿了一张 PiPhone证照 对不对 有没有 说服力呢 应该就绝对有啦 我都不用特别 去盯他们 他们就自动 一直会 自己想要去做了 OK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然后 频道部分这个其次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参考 参考用数部分的话 因为相关书籍 坊间的Excel书籍实在太多了 因为上 你在办公室里面用到软体 比例最高的 第一名 一定是Excel 而且这个Excel的软体 基本上每一台电脑都有 如果那一台电脑没有装Excel 感觉好像 这是电脑吗 对不对 这怎么用 如果没有Excel 即便哪怕 他装了一个什么呢 什么Libra Office 或者Open Office 那个Office是不用钱的 不用钱的版本的Office 应该有用过吧 那个免费版的 那即便给你的 但是你只要有 一点点不一样 你就觉得 或者还有云端版的 那种Office Excel 试算表 但是即便 给你用 你还是觉得 好像用起来不习惯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差那么 95%都一样 而且相容 但是有50%不一样 你就觉得好像 还是花点钱 比较实在好了 你会发现现在坊间 即便 那个Excel 类似的 山寨版本很多 但是 即便不用钱 可是还是大家用得不太习惯 像蛮多 公家机关 每一年都要 给那个 微软大概授权金都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都有可能 可是他想要改变 比如说我今天不要用Office 我可以省掉很多的钱 但是最后好像发现 好像还是不行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办很多的研习 一直不乱教他们怎么去使用 可是还是跟别人没办法衔接 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那这边有一本书 我在 基础班有特别提到这一本 即学即用 他里面基本上就把所有 枢纽分析表的 几乎重要功能 全部都有做一些详细的说明 那如果还有枢纽分析图 如果 做枢纽分析表 做枢纽分析图 其实这边都有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 了解的话 那可以稍微 找一下这本书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有关 那个 Essail里面的自动化 你要能够加快速度的话 当然有一部分就是说你从那个外部比如说资料库 或者是说人家给你的data 那一般都是所谓的RAWDATA原始资料 如果说我今天要能够快速的把它整理成枢纽分析表 能够用的资料 这边就能够用的 你不能说随便 我今天一个随便的data就位给 枢纽分析表 他跑出来 可能就不是你要的 你可能找不到你要的栏位 或者找不到你要 奇怪我怎么分析 奇怪我无法分析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还没准备好 也就是说你苏纽分析表要使用之前 一定要记得 要为给他他能够接受 的资料的那个类型 多半呢 跟资料库反向的 也就是很多蓝 那蓝的结构一定要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符合他的正规化 否则的话呢 他是无法接受的 那也就前制作业我觉得相对的 甚至有的时候花的时间 比 枢纽分析表在制作 的过程还要更多 因为你要把一些 可能他本来不存在某一栏 你要把那一栏就变出来 或者是说呢 他本来可能是个编号 你要把那个名称查回来 因为 现在资料库都 讲关联式资料库嘛 那关联资料库有时候他只会 帮你存编号而已 他不会帮你存 真正的名称 比如说你那个 县市好了 县市名称 他存在Database里面 如果只存那个名称的话 长度很长 他可以用一个很短的编号 可以减少那个资料库的那个容量 但问题来了 也许将来人家给你的东西 不会是 一个什么呢 一个已经查好的结果 那怎么办呢 你可能自己要用VILO函数 再把那个结果给查出来 你才有办法用后续的 当然也不是 只有用那个VILO函数 因为很多人查 查询的函数只会一招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刚好 那个栏位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变数 会需要用到其他函数的话 那如果你不会用其他函数 你可能就完蛋了 那怎么办呢 我是强烈建议 你eSale 在使用枢纽分析表 做前置之后 一定要对eSale里面的函数 相当了解 那这本书其实 讲的就非常的 详细啦 因为他里面 eSale里面函数大概250几个 250几个的话 他不是每一个都会用到 不过这本书 他的好处是 他把 几乎每一个函数 或者是说重要函数 他举了很多的范例 反正 他就有范例 怎么做 然后呢 他的一些细节告诉你 怎么去 使用函数帮你把那个问题解出来 所以这本书的话我其实还蛮推荐的 不过这本书 缺点就是说 他只有讲到函数 但是有些更复杂的东西 应该要用程式来解决 可是他没有 他还是用函数 所以那个用函数来解 好复杂 甚至有的 复杂一点的 题目还有用到 要至少10个函数 然后那个公式长度 长到一个不行 而且甚至还要执行正列 执行正列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外面要包一个大刮壶 那大刮壶你不能自己打 要Ctrl、Shift、加Enter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来源是一个范围的话 不是单一个储存者 那你可能就要用那个 正列的方法 那这些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 那可能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出来的 OK 那你做不出来怎么办呢 你就只能 突发链钢 那就是 可能 悲剧的开始 因为很多 尤其资料量越大的话 那真的越麻烦 你以前的话 资料量少 还可以慢慢 突发链钢 现在你光看到那个资料量 你都觉得 这应该不是 人工可以完成的 应该是越来越多 那怎么办 请你要好好学 那 如果说你 第1个 一定要先把函数 熟悉 不是255个全部都要会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函数的使用规则 所以我这边强调 它的逻辑规则你清楚了 其实其他的都一样 OK 所以哪怕有些你其实没有用过的话 其实也可以 可以很快的把它解决掉 那再来的话 函数 不过其多段函数 可以解决问题 还是相对 简单的问题 可以 解决掉 但是有些 那个 有些说老师我要这样 又要那样 又要这样 那样 有没有什么 Excel的函数可以帮我 我说 没有 好 那你要怎么做 请你好好学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 在Excel里面呢 甚至可以可程式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工作流程非常复杂 比如像我刚刚举例子 比如说你要枢纽分 自动枢纽分析表 自动做出枢纽分析图 自动就把结果寄给 某一些人 自动完成的话 或者甚至 几点几分几秒 的时候自动去做那件事情 那你如果要做全部自动化 那你可能需要把这个东西学好 叫VBA OK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学好的话 真的 你现在所有的工作 通通都可以变成 一键完成 甚至 你可以连做都不用做 他时间到 只要是Excel开启的状态 他就帮你做完了 OK 在 无形之中 等于你就是可以把一个 有点像助理 或者像秘书的工作 你可以把他写成一个自动化 他时间一到就自动 帮你做那些事情 那这样不就 感觉还蛮棒的 有些地方我以前工作 如果他是流程都固定的 那我就把他写成程式 让他自动去执行就好了 这样的话 可能那个人的工作 就不需要 那 也不是把他file掉了 就是 叫他去做 其他的事情 OK 所以其实 未来AI其实有这种 他AI比 刚刚讲的还更厉害 AI的话 他有那种什么 他有那种 可以在学习的 的部分 也就是他不是单单 做完之后 就 可能 问题 他可能有些bug在里面 他 AI部分 可以在自行修正 OK 那这边的话有两本参考用书 那再来的话呢 我刚有提过 因为这门课程进阶 有一些部分 可能你 跟不上的话 我刚刚讲有三种 三个管道 第一个 我会把他录下来 你可以再回去听 第二的话呢 就是讲义 讲义其实里面 也有需要的东西 那第三个就是说呢 云端上面 也有一些东西 所以 如果你待会有些地方 像要打一些 简单的程式 不会很复杂 但是 即便不会很复杂 只要你打错一个字 或者是打错一个小地方 他就会失败 那怎么办呢 我建议啦 你干脆把这个 这个网址 记一下 底下有QR Code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们 这边如果 电脑没办法上网 没关系 你用那个手机嘛 手机都可以上网 大部分都吃到饱 你就可以 扫QR Code 或者输入这个网址 里面的话 进去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有那个进阶班的那个 就是 这个里面我也是放 那个基础班 跟进阶班的相关参考资料 所以呢 你们 可以直接输入上去 然后 这边没有网络 可能要开一下 那里面你们自己看一下 里面的话呢 就是 会有那个入门班跟进阶班的相关的资料 在里面那你可以 自己从里面的再得到参考 因为现在 网路没开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要进度到我们的课程的主题 第一个就是说 原来在入门班部分的话 我们也做了一个 软一个那个范例叫通讯 通讯产品 的统计 那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 请各位待会帮我开一个 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就是 通讯产品统计 不管你有没有 学过上一个阶段的课程 你可以再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 范例里面 先找到入门班里面 那你可以开启这个通讯产品的 统计原始档 这个档案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里面呢 之前我们是 用 用了一些方式 把这边变成 本来不是 符合那个 枢纽分析表用的data 我们再把它 做一个变更 那里面 总共会有 三个地方 需要做 做变更的 哪些呢 因为第1个我会需要 用到什么 用到那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什么 产品 这边有变好 那我需要在产品编号里面 插入一个产品名称 我需要把它查过来 所以呢 这地方可能会需要三个 第1个的话就是在 C栏的地方 插入一个 空白 空白栏 然后名称的话呢 这个就是叫 产品名称 那我必须把它查过来 第2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这边 在 那个区域编号里面 这边有很多的就是编号名称 但是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 忌讳 尽量 我建议 如果你在 Essale里面 尽量不要用什么 不要用跨栏之中 因为跨栏之中很麻烦 因为一个对多个 你什么 那当然一个对多个我们是 人很好理解 但是对Essale 是非常没办法 不容易理解 因为 你这样来 跑程式的话 它是逐格逐格的 电脑没有 有时候没有那么聪明 那怎么办呢 你可能需要把那个跨栏之中取消掉 然后把底下再填满 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第2步是这样 第一步是插入那个 产品名称 第2步是区域编号要把它取消跨栏之中 并且把底下再填满 它需 也就是一个 一个格子就放 放一个就是你不要把多个储存格变一个 以后的话尽量不要这样做 第三个就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产品编号 假设你已经把它 这边把它已经加了这个 名称之后的话 然后再来就是说把它在 区域编号部分第3个动作就是 再把区域的名称帮我查过来 OK 那类似像这样的动作啦 那假如说呢 我们往后 经常性每天可能data又来了 data又来了你又要再跑一次 data又来了你又要再跑一次的话 那实际上 假如每天你要做重复性的事情 其实是会非常的 浪费时间 所以呢我们会希望 待会呢大概就是 能够做到什么呢 我会希望说 以后我每天这些重复的动作 我不要再重复了 那不要重复 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不要让它重复呢 就是今天要讲的自动化部分 也就是说我希望未来可以帮我做出 类似像这边有 有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做什么呢 第一个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是 将来我希望呢 能够产生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呢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自动帮我把刚刚那三件事全部完成 OK全部完成 那怎么样让它全部完成呢 这边我按demo给各位看 跑很快一下就全部跑完了 这边自动插入一个 然后这边自动把跨栏之中取消 这边又自动加上它的区域名称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以后啊如果每天都做重复的事情的话 其实就按个按钮 你就 可以往下一步 再来后面我们还希望说 如果那个枢纽分析表 以前我们是要 先切到这里面 然后再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再 去做后续动作 那假如说 这些事情呢也是一样 可以按个按键呢就自动完成 那该多好 也就以后啊 如果你很多事情 反正你就 都重复的 那你就干脆把它变成 一个 可程式化 的 这个按钮 然后我把这个demo给各位看 如果第2个按钮是按下它 叫产品名称的枢纽 然后按下它这个时候呢 它会针对产品 名称去帮我产生一个对应的枢纽分析表 OK 这边的话就自动产生了 当然只是初步的啦 以后如果要更厉害 你就把它再加一个回圈 或者加一个范围 让它 自动全部跑完了 比如说你可能要分析的 各个 各个产品 它的细项 各个年份 各个地区 可能你要需要跑很多的报表出来 那当然 你就可以了嘛 一个做出来之后 其他的话你就可以 用那个 回圈的叙述 回圈就是重复做 它会自动帮你把 所有你要指定的范围 自动就完成了 那当然这部分的话 我们先从 简单开始 慢慢再加一个复杂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第1个先开启那个 刚刚讲的 通讯产品的这个 范例题 然后稍微 把刚刚讲的 那我刚这边还没做完 就是 做法 所以我们刚刚有三阶段 第1阶段就是怎么样 第1阶段就是 这个 产品名称 你把它输入 然后这边的话 一样用那个 查询函数 我们用那个Viru函数 所以在检视与参照里面 找到Viru函数 这个Viru函数呢 那查的话 当然 我刚刚有提过啦 函数其实它主要就是 你要能够看懂 它前面这些问题 总共试到问题 然后你给它对的 对的 这个 这个资料 它就给你对的结果 那因为我的目的是 希望用Viru函数去查什么 查这个编号 所以你告诉他 第一个问题 它说LucaViru 编号在哪里 在这里 第2个问题 TableArray TableArray说 那你那个要 查的表在哪里 查的表刚好在旁边 在这个范围 第3个问题说 那你要把 查到的 因为它查一定是查第1栏 查到的第几栏帮你带回来 那因为这个对照表里面总共2栏 那我要第2栏的资料 然后呢 第4个问题就是 比对方式 是 如果你要完全一样 输入0 如果你要找接近的输入1 OK 那我们就输入完毕之后 记得把TableArray 第2个 参数的那个 范围 记得把它锁起来 如果你不锁的话 它那个范围 也会因为向下填满 会自动加1 所以我把这边 按F4 不过其实比较标准是按两下 不过你按一下按两下 其实都可以 也就是把列给锁起来 然后再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就点两下 宽度当然你可以自动拉一下 OK 那这个第1个完成了 第2个部分就是取消 特别说取消那个 这个跨栏之中 那取消方法就是把第2到第20选起来 常用里面的那个跨栏之中 把它按一下 它就取消掉了 那再来就是说把底下 都分别填满 那填满的方法记得 你如果这样直接拉 它会自动加1 所以如果你不要让它加1的话 你按Ctrl键 然后A3再填满一个 等于是复制的意思 然后这边A4也是一样 填满 然后这边填满 Ctrl键按住就对了 填满 然后呢 再来区域 这个你可以把它在置中 我这个有没有置中 倒无所谓 再来的话 就区域帮我查过来 那查的方法 一样按照编号就查 那我的 要查的编号在这边 要查的对照表在这边 所以一样用那个刚刚讲过的VIL函数 查入函数里面 一样用检视与参照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那个VIL函数 在这里 不过如果你刚刚有用过的 那你其实可以用最近使用过 这边有最近使用过的 类别 OK 那第1个就是 一样 你要他也是要问你4个问题 第1个问题是 你要查什么 你要 第1个问题 你要查什么编号 这个编号 你要去哪边查 第2个 第2个问题 这个范围 那总共的话有4区 把这多选 再选一次 1234 然后你要第几栏的资料 我要第2栏 这个colum zol是colum indate number是第几栏的意思 那 是针对这个范围的第几栏 你就是你table array的第几栏 然后 比对方是一样是零 那记得把那个 L2到M5 按一个F4 我喜欢按两下 按两下的话只要锁列啦 因为 比较标 你锁栏没有一 因为锁栏是向右才会 自动加一 那锁列的话 就是 只会针对你向下 因为向下拉它的规则一定会帮你加一 加一列 那如果你 如果你不把它锁起来的话 它就变成什么 L2就变L3 M5就变M6 那不对 范围就跑掉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锁起来 然后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把它一样向下填满 但是这个动作 我们刚刚主要是三个步骤 一 是 增加产品 二是区域编号 把它 取消跨栏之中 并且填满 三 就是 区域一样在帮我插过来 有三个步骤 那未来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如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是不是可以 不要每天重复做 就把它变成我刚刚讲的 一个按钮就自动出现 然后呢自动帮我按下它 那这个事情呢 全部就完成了 这样会是更好的 这样按下它 自动完成 如果你要自动完成 这边你恐怕 第一个要不就写程式 我发现 你要写程式 可能还有一点遥远 那怎么办呢 用另外一个方法 聚齐 我录制聚齐 其实 就是你不会写程式 但是没关系 你可以把你至少你刚刚做动作录下来 然后他会告诉你那个程式怎么写 那以后的话你可以慢慢看 看久了会了之后 你就可以动手自己写 最好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就 都是自己写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都自己写 写完之后以后就 一键按下去就OK了 以后的话呢就自动全部就搞定了 那但是呢如果 你们现在 我不确定 因为这还是进阶班也不算高阶班 所以呢我们还是阶段性的 假如你们基本上没有那个底子 或者即便你有底子 你对于那个 你只有里面的程式不熟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录制聚集 那可是录制聚集有什么样的诀窍 还有呢 要怎么样做 可以 自动每一个工作都可以让你 变成按钮 以后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只要每天重复的 事情 你都有必要 去把它变成 可程式化 让它自动去帮你完成 然后呢初步的目标是说 每一个每一个先把他的点 每一个每一个问题的点都抓出来 慢慢再连成线 慢慢再把这个面 全部都完成之后以后 你就可以做 非常 大量的自动化 不过初步还是先从 解决个别问题开始 所以待会请各位 可以想想看 也许你们一次野心不要太大 就是说第1个 你们如果要录制聚集之前 先彩排一下 因为如果 等一下录制的话呢 他就是不能NG了 也就是说你做完的事情 他就 没办法回头了 然后 再来的话就是记得 把那个开发人员标签叫出来 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在讲义的第15页 第15页里面 因为我的版本是 以色列的2010 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其他版本的话 可能会稍有差异 OK 所以第1个要先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先 再来就是录制聚集 那待会怎么做 我们 就从第15页再开始 你们先试试看 把那个 刚刚讲的这 三个步骤先试试一下 RUN熟了之后 待会我就要把它录下来 变成 一个可执行化 可自动化的一个 按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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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